一個好的美感的學習 應該是在環境中學習的 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課堂學習的 它是一個浸潤式的學習過程 其實並不是要灌輸什麼東西 而是設法讓它那個開關是開啟的 這個課程就是你要先去觀察 你要先去感受 當你有一個比較抽象的 一個觀察的濾鏡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其實是質感跟顏色 還有比例構成的結果 這一層的抽象的認識 其實是一個美感認識的基礎 教會孩子怎麼樣去看之後 回到教室以後 重新再重組編排的過程 我覺得孩子們可能 從來沒有那麼仔細看過那些細節 或者是不同的顏色之間的關聯性 那我覺得創造關聯性 然後認識差異 是這個課裡面非常有趣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變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讓孩子們看到 他原來也許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用他看到的東西以後去產生更大的想像力 去把這些東西串起來 讓他看到世界的東西是美的 我非常希望美感變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是他最自然的表達他自己的方式 在他看到的東西裡面 在他說出來的東西裡面 無處都不美 所以我們在進入小學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美感教育 會成為他的名譽 他不需要多思考 他能夠直接的感覺到美 然後他自然 他生活他做的事情就是 叫做人情和故事 為誰會選擇 我好像快點叫做人情 尤其他人 我會選擇 你還會選擇 你是說有些人